本期内容 七岁男童小脑病变 小脑上长了一个种物 长达五年不曾治疗 是他们家一直不让我管这个孩子 夫妻间利益互约 就那么一个意思 你不要来烦我 两位人观念交锋 清关难断家务事 各执一词 究竟谁对谁错 多方调查能否找到矛盾根源 不被治疗的真相 律师来了 即将播出 各位好 这里是律师来了 今天有哪个难条 我们去拆解和梳理呢 这样吧 看个短片先了解一下 通过咱们的核磁核心体检查 发现它就是一个 小脑区的一个站位 笼统的 就是说长个肿瘤了 它要随着病情的发展 以后容易以起一个 耕足性的脑机水 我们去那个门吧 我们现在来到 特别儿童医院 准备向医生了解一下 孩子的病情 这种情况呢 随着病情的发展 它会越来越重 应该尽早手术 因为手术 手术完以后 咱们看看它是哪一性质的 需要不需要后期的放化疗治疗 由于家庭的一些原因 双方意见不一致 待会儿这一楼中策 我们过去查一下 我个人认为它是稳定的 我孩子挺好的 我现在特别着急 我想把孩子带就过来 孩子脑子里面 长了一颗肿瘤 任何父母都会觉得 这是一件大事 需要重视 因为肿瘤 像一颗炸弹一样 可能会随时引爆 但是很奇怪 这名患儿 时隔将近五年了 没有接受过任何的治疗 为什么 是没前置 不想置 还是背后 另有隐情呢 今天我们的现场问一问 孩子的母亲 我们有请刘女士 我叫刘潘 来自河北省邯郸市 我承诺 对本人在节目中的行为 和陈述的真实性负责 本期律师有 侯元轩律师 职业六年 齐悦清律师 职业十一年 焦景收律师 职业十一年 本期观察员是 心理专家雷鸣 刘女士啊 您是孩子的妈妈 为什么孩子 五年前就已经确诊了 到现在还没有 接受过治疗呢 是他们家 一直不让我管这个孩子 我也没法管这个孩子 曾经去找过他们家 给他们商量 但是拒之门外 一直不让我管 您说这个他们家是谁家 我的前夫家 前夫家 您和孩子的父亲离婚了 是的 孩子等于是 给您前夫去抚养是不是 对的 他们家不让你看孩子 也不给孩子去治病 为什么呢 他爷爷奶奶觉得 孩子这个病就不是病 感觉我神经了 在一直咒这个孩子 哦 感觉这个病不是病 没有必要去看 对 但是您前夫他亲自在照顾吗 孩子爷爷奶奶来管这个孩子 您和您爱人 只有这个一个孩子吗 是 就这一个孩子 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应该是胳膊疼啊 所以这个现在 到底为什么 他们不给治这个病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问一下刘女士 刚才谈到一个病的名称 叫做小脑站位 这个您自己有所了解吗 据我从医生那儿了解到 就是小脑上长了一个种物 小脑上长了一个种物 对 好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来听一下 当时的这位主治医生 他的一个解答 来 小脑站位呢 就是指的咱们小脑的部位 出现一些病变 一些站位性的病变 咱们都普通说的 就是一个小脑站位 站位呢 包括有囊性的站位 还有一个实性的站位 囊性站位呢 有的就是说 看看是个 死脑史区的一个囊种啊 还有个真大吃的囊种啊 这都可以是 咱们小脑区的一个 囊性站位 再一个就是一个实性站位 肿瘤 实际就是颅内站位 就是说长个肿瘤了 统一的就叫个颅内站位 在一个孩子的脑子里面 长了一颗肿瘤 而小脑的重要性 我们都知道 支配我们人类的平衡 和我们的肢体 所以各位应该是 能够想象到 这个病的严重程度 和要解决它的急迫性 刘女士 就是关于这个 这个疾病的治疗的一个方案 动手术 是不是唯一的一个治疗方案呢 这个医生 有没有明确给你表示 有 我最后去找到北京天台医院的专家 然后专家说 现在只有是动手术治疗 尽快把这个囊肿 然后切除掉 这个大脑 它属于咱们人体比较特殊的器官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如果你要是开炉 做这个手术的话 那么一定会有风险 那么假设保守治疗 这么着可不可以 保守治疗 我咨询过这个北京的专家 说如果保守治疗 这个种物压迫视神经 然后导致这个眼睛 视神经更严重 那也就是说 如果不通过手术治疗的话 他不会去抑制它 是 这个孩子现在多大了 现在是七岁了 也就是说在他两岁左右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肿瘤了 是吗 是 那现在已经发展了五年了 这个孩子现在的病情 有没有什么症状的体现 左眼那写得特别严重 就是从表象 现在目前看最直观的 就是眼睛 对 谈到孩子现在的一些症状 当时这位医生 在几年前看病的时候 孩子就已经有了哪些症状 来 王某他说是一个 就是走路不稳 通过咱们的核磁和吸体检查 发现它就是一个 消脑区的一个站位 就是相当于是后颅窝区 具体是消脑部位的 是哪一个部位 隐部的还是消脑半球的 那都看现在还不能明确 这个站位病变 这是那个瘤吗 这就是那个瘤子 他的体积 现在看体积三乘三差不多 检查出来以后 我们就告诉他这样的 需要进行手术治疗 由于家庭的一些原因吧 双方意见不一致 所以说最后没有手术 手术的目的是看他后期的 是进行怎么治疗 是放疗还是化疗 因为这个呢 有可能要是恶性的 有可能他随着脑机 还是其他转移到其他部位 从现在片子上看 看不出是恶性还是阳性的时候 还没查呢 他就不住院了 还没到那一步 对 还没到那一步呢 我们数前检查那一步 还没有做完呢 当时可能检查都还没有完全做完 在几年前已经查到 当时儿子的脑子里面 有一个三乘三大小的一个肿瘤 我现在着急啊 这不是慢慢慢慢发展的问题了 就开始咱们刚才说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建立在他这一良性肿瘤 他这连良性恶性都没确定呢 他要扩散了怎么弄啊 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他目前没有明确的诊断啊 那要这样的话 那更紧迫了 是的 而这一切的解决需要一个前提 就是孩子得到医院去 这样吧 我们来听一听啊 孩子爷爷针对这件事情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来 你想像这种病 你到医院去的话 那肯定哪个医院也会建议你说 你别看你走吧 任何医院它不可能是这样的 这个东西吧 我个人认为它是稳定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如果它是恶性的话 发现的时候那是20乘 20乘32 是毫米是厘米多大 也可能有鸡蛋那么大 这一个吧 就那时候发现 如果它还是长的话 不行的话 现在已经早就不行了 侥幸心里还是有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村里这些 城里这些 好多人没有发现这个病的有的事 等到四五十岁 还五六十岁才发现也有 我的一个同学 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啥重症也没有 但是你说我如果还长 你得做手都不长 就怎么找去吧 爷爷呢 是凭借着他的一些 生活经验的观察和总结 就感觉好像 这不是一个恶性肿瘤 因为如果是恶性的话 当时应该已经有些 危机情况出现 但你看孩子 已经过了五年了 这不还挺好的吗 就感觉这病好像也治不好 就别让孩子 可能是别让孩子 受那个委屈 受那个罪 就这么养着吧 他那意思是有侥幸心理 轮上谁都不一定轮得上我 就全世界都有 都有这种心理状态 对 可是这个东西 咱们堵不起啊 所以说目前呢 爷爷的一个策略 就是说我先不管 这个反正 比较保守的状态 对 美其名曰吧 叫保守治疗啊 那到底这个病 保守治疗 有没有效果 有没有帮助呢 我们再听听医生的意见 来 请看 从我们临床上来说 这个说出现 消灶性站位性病变的 尤其是湿性站位的 不会好 只能会越来越重 像这样 如果站位性病变的病人呢 既然发现以后 就应该尽早地 进行手术治疗 手术完以后 咱们看看 它是哪一性质的 需要不需要 后期的放化疗治疗 它要随着病情发展呢 以后 尤其咱们 后颅窩的一些 站位性病变 终于引起一个 耿租性的脑机水 脑机水以后 就影响到小脑 小儿的脑发育的 压迫到咱们的 视中枢 或者视神经的部位的处 终于引起一个 视力的变化 尤其是视野的缺损 或者是 就是它的邪视 最后可能导致一个 失明 好 听到这些解释 不知为什么 想起一个成语 掩耳盗铃 曾卫律师 您在法律上怎么分析 医生已经明确告诉我们 在这个案子里 不存在保守治疗 保守治疗就是借口 就是托词 就是不治疗 就是浪费了时间 丢失了机会 对 而且我们现在 只有挑战着这个风险 我们才能给孩子 获得这个一线生机 所以在这个案子里 是不存在保守治疗 保守治疗就等于 不履行爷爷奶奶 包括父亲的意义 其实就是 刚才小片里面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 关键词 就是爷爷这边说是 存有侥幸心理 我认为这是不可原谅 造成一些恶劣的结果的话 那么你作为 直接抚养孩子的家长 那就应该承担 相应的一个刑事责任了 我一直听到现在 我有一个想法 因为刚才那个医生 那位主任医师 指着那个计算机屏幕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刘长的位置 几乎是在横切面的 靠中心的位置 然后事先了解 这个孩子的病情的时候 我看到有一个词 挺吓人的 叫脑干粘连 是这样吧 是 脑干粘连意味着什么 对 医生强调积极治疗 这是医生站在 一个治病救人的立场上 他应该这样去说 但是呢 如果说医生在动手术的时候 稍有意外 我们都希望百分之百没有意外 医生也一定会往这方面努力 谁敢保证 稍有意外一碰脑干 我没这孙子了 只要是医生 我治病救人啊 我肯定是积极手术嘛 但是立场一变 变成孩子的亲爹 孩子的亲爷爷 这个时候 我能保守吗 但是在2016年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个病的时候 这个种物是2.0乘以2.2 当时没有跟脑干粘连 曾经脑干不粘连是吗 对 拖到今天脑干粘连了是吗 对 所以现在就好像是这一枚炸弹 本来这个引线很好剪断 但慢慢的这个引线千丝万缕 变成一团乱麻了 你不知该剪哪一根了 当然我们还是回到那句话 至于是不要手术 还要听医生 听专家的医学建议 我们要尊重科学 但是我知道其实今天 您来找我们不是要求一个 是否手术的意见的 是的 能不能先谈一下 您的诉求是什么 现在我们怎么帮你 我最大的诉求就是 尽快让孩子回到我身边 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平安 希望能够要回孩子的抚养权 对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好 那恐怕我们得从 您和前夫的离婚 甚至更早 您和您前夫的相识 开始谈一谈 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知道 到底您的这份曾经的婚姻 那个曾经的家庭 出了什么事 好不好 我们的结合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利益关系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我和我的前夫 是通过一个没人认识的 没人和我母亲是同事关系 没人的儿媳妇和我的前夫 又是同事关系 是这么一家婆媳关系 让我和我的前夫走到相识 但其实这个也很正常 都是熟人去介绍财相亲 但您说这个利益 我们该怎么理解 没人的丈夫在井下工作 井下工作非常危险 然后我前夫是在矿卖室工作 然后他给矿长就经常接触 然后没人就希望接近我的前夫 让他在矿长面前给他美颜 希望他的丈夫能从井下工作 调到地面上工作 是拆的还是没有凭据 我感觉这个也有点不可思议 对 我也是有点这个想法 我结婚之后没多长时间 我的前夫有一次喝醉酒了 就把那个协议然后让我看了 协议 还有协议呢 还真是有纸面协议呢 对 他和梅儿之间就是有协议 然后在手机上 当时他还把那个手机给摔碎了 这事后知道肯定感觉非常奇怪 对吧 婚姻怎么感觉 好像我是一个筹码 或者是一个商品在交换一样 但是毕竟当时相亲感觉怎么样呢 对前夫满意吗 给我介绍的时候 然后梅儿就是说把前夫的家境 然后就是包装了一下 说她的父亲是河北电视台的编辑 母亲是在家当太太的 还承包了一片果园 梅儿就说她的工作 能力 还有工作性质都特别好 能赚钱 对 当时她大概能赚多少钱 一个月 小万把块钱 当时您有工作吗 当时我是一个打工仔 在要房是一个营业员 但还收住方便透露吗 两千块钱 两千元左右 她特别会说话 她在QQ上聊天 语言特别的好 会打动你 对 可别动心了 慢慢有了些好感 是吧 是 但是咱们说恋爱是一回事 这个婚姻又是一件大事 慢慢要走到婚姻的殿堂门口了 当时有没有过一些考虑 有过犹豫吗 有 谈了有三个月的时候 我去了他们家 去他们家之后 我又有犹豫了 她妈每次都是那种 村里头老太太那个 骂骂咧咧的口头语 当时回来之后 我又给父母说了 这个钱你去说 阿姨 她说她给她爸妈 也说了这个情况 想叫我姑娘去她家看看 我说可以 是不是 我说你约定个时间 娶之前 因为她说她家 是石家装饰里头的 我给我姑娘说 我说你要是当天 能干一个来回 尽量不要往她家住 是不是 毕竟是头一次 是不是 到她家以后 是个农村 我说基本上农村 闺女过大了 我农村 你给她妈主打一个 是不是 我闺女就说妈 我有点不愿意 她妈说话太难听 没谁病 我说我就说我闺女 我说她有谁病没谁病 我说毕竟 这个欠你去吧 我说她生活高等教育 我将来以后 能量的日子 要是能好好好过 你就念回她家 又说了 是不是 我说了也不必要 非得起计较她妈来 是不是 后来回来以后 姑娘给妹人又说 就说有点不愿意 这个妹人就散步 她说 只许任也不愿意 那方不愿意 欠啊 不许你不愿意 她说你要是不愿意了 我就说你去你家 上啊 人家来创 特别我都是一个 本本老老式的家庭 特别受救 也说这个姑娘说 她要是真的说实际上 这咋能够办 不行就不得太难了 我就当时就蒙脑那张来说 你有个正式工作 工作也不错 就这个就这个 我当大人 没有给孩子把好关 忘记了你有个工作 就愿意了 能听出来呀 妈妈挺后悔的 没给孩子把好关 也谈到了一些 关键的信息 比如说 一开始叮嘱 您千万别第一次 就在南方家过夜 但好像一点一点 因为我们的情况有变化 还真的是在那过了夜了 然后呢 这个没人就一次 作为一个借口 就说 你必须得和南方在一起结婚 这些是当时让您一步步选择 就接受婚姻的压力所在吗 是的 当时我觉得父母是一个 老老实实 本本分分的家庭 我说这要是传出去 多难听呀 我就特别压力特别大当时 我们现在去掉那些情感的滤镜 我们就看这一段 从相识到结婚 可能还是一段相对普通 但也普遍的 常规的一个 两个年轻人 通过相亲见面认识 有些犹豫 有些考量 最后还是在一起结婚的 这样的一个小过程 结婚之后 和丈夫 公公婆婆相处的怎么样 举行完婚礼 第二天 就是前婆婆吧 就做了一个 特别让人不理解的事 她往我饭里边倒剩饭 然后给前夫说 我说你妈有点太不懂礼貌 也不尊重人 当时前夫没说话 之后过了有一两个月 再去她家的时候 她妈就又倒剩饭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 有点太理解不了她了 是不是在给你夹菜 是那种 她妈直接把她 就是没喝完的饭 倒到我的饭里了 这事很好理解 我估计这位老人家 想当年自己当儿媳妇的时候 就吃过婆婆的剩饭 但是今天 但凡是今天 在我们现有的法治社会 这个制度下 结婚的自由恋爱的女孩 我凭什么呀 很难接受 这接受不了 这是一开始一点 还有没有什么摩擦 和一些冲撞 让你觉得和公婆的关系 越来越不好了 还有就是结婚 结婚的时候 他们当地的习俗是 给这个媳妇是 两万块钱的礼金 然后她出于特别欣赏我 喜欢我 然后就多给了一万是三万 然后我娘家就说 就我这一个闺女 我也是独生女儿 然后就说赔送十万块钱 这时候呢 婆婆就想的 我人是她的了 钱也得是她的 就得费得让我 把这十万块钱拿到她家 是婆婆明确要求你 把十万块钱给她吗 她要说她要干嘛吗 她当时说公公赌了 赌了二十万 让我把这十万块钱 现在给她填一部分窟窿 那有点不可思议 我们听着也感觉很难接受 我们听一下公公 她到底是怎么说的 来 在农村来说 我这算是赌博 我觉得这个罪名太高了 我不能当 我不能算是赌博 我说村里面 玩钱什么赌 这很正常 我一直不吸路场子 我也不去放高利贷 我也不告贷 我怎么算是赌徒啊 她说我 说我借的钱 那我随促是胡说 你一个媳妇 我给你到我们家 一用住了 没一个月 我凭啥 我凭啥 我给你借钱 去还赌债啊 当时是前夫的姥姥 给我要这个钱 她说人是我们的啦 钱也得是我们的 然后就是回到 前婆婆家 前婆婆告诉我说 村上有个养猪的 一年能给一万块钱的利息 比银行高 后来公公又说了 接个楼吧 然后你们回来住 住楼上 我们住楼下 在这之后才说 是二十万欠债了 对 然后这个公公 有一天 有一天下午的时候说 我这一夜输了八千块钱 我说天哪 你儿子一个月的工资呀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呀 他说这有什么不懂事 一夜输八千块钱 在我们村上 这是很正常的事 林温老师的这个表情 似乎在提示我 这个时候 好像在这一回合 我们刘女士 占了一些优势 似乎意味着 之后的一些 为之后的冲突 埋了伏笔 当然了 你这一个儿媳妇 怎么可以指着公公的鼻子说 你也太不懂事了 你可能没想到 你的这些言语 他们会把这个火压在心里 之后会爆发出来 对不对 后来真的爆发了吗 爆发了 在我坐月子期间 婆婆变着法的就是 让我的父母着急生气 看你怎么家出了一个 这么不懂事的闺女呀 还来给我们家立规矩 反了天啊 她说有一次 她家床台上放了一袋方案面 放了好久了 我媳妇说 你看这方案门吃 我把她泡了以后 想自己吃掉 其实我媳妇说也不喜欢吃方案面 就怕糟蹋了吧 完了坐收以后 先让她就说 礼节性的意思 就说我善意 你看你们谁吃 让她吃不吃 喂她吃不吃 就为这个 人家心里也生气 说好 就说让她坐月子吃方案面一样 可能我媳妇有时候着急 她农村脾气 也没那么多的维化教养 维化修养是吧 她说 说了我们地方一阵这个方言 就是口腿语吧 我们这个当地的人们说话 都带这个口腿语 都带这个口腿语 就是一种骂人的口音吧 就是反正也不太好听吧 是吧 就说了个这个 这个事反正我媳妇也是 弄到他们家 可能就不太好 我再问的直接一点 你有没有对你的公公婆婆不礼貌 甚至这种言语上的辱骂 有没有 骂过 前婆婆现在骂我的 骂得特别难听 我实在接受不了了 然后反驳了一句 清关难断家务史 难就难在这 您刚才在这个 讲述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主人公有您的公公 有您的婆婆 有您 可是当中缺少一个 特别重要的角色 是您爱人 人家有句老话 叫做会当儿子的这个男人 叫两头蛮 不会当的两头船 您爱人在 您知道您跟您婆婆之间 有矛盾的时候 她是怎么做的 她是一个什么态度 我不知道 这个事情我不想说 别人该怕 然后我跟她是彻底科学 两个关系也不可能 关于孩子治疗的问题 求助人刘潘的前夫 又是否与孩子爷爷观点一致呢 我孩子挺好的 尽管如果情况不好 是吧 让他想着这种比较好的童年 比较好的生活 我前夫从来都不会 就是说缓和这个婆媳之间的矛盾 每天晚上八点以后 他准时跑到楼下 给前婆婆通电话 一通就是一个小时 然后前婆婆来给他出主意 他就是一个妈宝男 您的前夫没有能够起到 一个非常好的 像桥梁一样 连通双方的这种情感 化解矛盾 他可能更多时候是 要么不在家 是缺位的 要么可能方式不够高明 是的 然后给我写互约 然后是AA制 然后电话 短信 微信 互不接 这感觉有点像是 两个小朋友在吵架 对 这种感觉 对 就像赌气的说话似的 但是呢 我想给各位看一个文件 是刚才您谈到一个 所谓的互约 我们来看一下这份互约 来 互约 约定 夫妻双方 王某刘某呢 财产相互独立 除家庭比较开之外 互不干涉 双方不干涉双方的工作 私人适宜 不得以任何理由 到对方工作单位 无涉及家庭事业的情况下 不得互相通电话 短信 网络聊天等 家庭开支 AA制 然后呢 还有谈到 要保全子女的权益 需要将这两套房产啊 遗嘱的形式 赠予给咱孩子 是吧 对 要做公正 还有讲 谈到孩子的户口 要签到邯郸去上学 然后最后一项啊 说这个协议啊 自清令之日起生效 有一方违反的 将进入离婚程序 所以她以离婚 作为一个要挟 跟你定了这份互约 对 你当时不想离婚吗 不想 孩子那时候才 不到两岁 但是似乎很难完成啊 因为夫妻双方 同属屋檐下 完全不联系 这怎么能做到呢 是 我也想的是 我就没有签字 你是孩子的父亲 不给你联系 给谁联系啊 就是这份互约 从一开始展现出来的时候 有些地方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有些地方 是我不能从常人的角度 也就是正常夫妻的角度 来理解的 你看咱先说这个第一条 说约定夫妻 夫妻双方财产相互独立 除家庭必要开之外 互不干涉 也就是说 你们两口子 对于财产这方面 分的相对来说要求是 AA制 我画我的 你画你的 那么这个其实在 我国的法律当中 也是有明确规定的 那么再说第二条 就是夫妻双方 互不干涉 双方的工作 或者是 没有涉及到家庭 这个事宜的情况下 咱俩要不能联系 这个我就不能理解了 别说两口子 咱俩是朋友 我能不能跟你打个电话 这个互约通篇 几乎就那么一个意思 你不要来烦我 对 他这有一种控制欲 我们来看四 他说为保全子女 谁谁谁的权益 这两套房产是谁的 是孩子姥姥姥爷的 我们说约定是什么 也就是说 我们法律上讲的一个 相对性 约束只是这个协议的两个人 你不但我约定了你的义务 我还约定了你父母的义务 这个就不效了 所以四是有问题的 第六条 以什么什么为条件 否则我们就离婚 离婚权 它是跟我们人身权利相关的 我们法律是不允许去约定 限制人身权利的 这种情况下也是无效的 一番拆解让我们看到了 有合理之处 但有很多从根本上 就是无效的条款 但是我知道 不管这份互约是否会出现 您和您前夫的离婚 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后来真的离婚了对吧 对 怎么离得婚 法院判的 前夫起诉我的 当时我在开庭的时候 不管大人有什么矛盾 就是先以救孩子为重 然后法官没有采纳我的意见 然后必须得走离婚程序了 不 这时候我插句话 我们也特别愿意相信您 但是坐在对面这三位叫律师 在法律面前只讲证据 如果看不到证据的话 我强调这是您的单方讲述 所以我们不要左右观众的判断 好 这个中间的种种的细节 我们在这里也很难 去进行一个完整的追溯 因为我们如果只是把这些过往 切成片段去看 好像你能够分解出 当时那一刻谁是谁非 但连成一个大的一个时间线去看 你真的太难去把握 每一个瞬间 我们每一个人的情绪状态 情感意图到底是怎样的 我们今天的关键是 我们孩子的未来的问题 对不对 为他去考量 想先问一下我们三位律师 就是现在孩子的父亲这一边 不带孩子去看病 如果说我们已经可以证明 这个病急需去看 我们有没有办法 让对方带着孩子去看病 在法律上我们能够这么做吗 我们需要急需解决的问题 也是现在孩子的这个病情 不能再拖了 所以我是这样想的 我们可不可以通过 双管旗下的方式去解决 我们先通过一些有关机关 现在一般都是在民政部门 如果民政不行 还有一个地方 可不可以联系下当地检察院 检察院有一个专门的部门 叫未成年人的一个检查部门 叫未检 通过检察院去促使他 先把孩子的病问题解决 那么同时我们也不能放弃诉讼的方式 就是能把孩子的抚养权变更 其实在我看来 之前你们离婚的问题 我们知道法院肯定要看双方的一个抚养能力 但是抚养能力是吃得好 吃不好 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他还能不能继续地活在这个世上 是的 生命权 无论在哪一个社会形态下 都永远高于财产权 我跟侯律师的观点可能不太一致 因为家世类的纠纷 它有特殊性 它会夹杂咱们的感情和亲情 那么对于孩子来说 你们离了一次婚 我相信对孩子已经造成了第一次的伤害 那么如果是为了孩子的治疗 然后再去争夺抚养权 你来我往的去输送 是不是对孩子的第二次伤害呢 在我看来 我们要去穷尽所有的可能性 采取非输送的方式 去说服爸爸 说服爷爷奶奶 我也是一个父亲 我就不信他们看到孩子这样 还不去治疗 我相信他们应该懂的 但是现在关键问题是 没有做一个完整的诊断 没有诊断就没有治疗嘛 应该说服对方 尽快地去跟孩子一个诊断 然后再去想下一步的措施 如果诊断完了 医生说是唯一的选择 必须及时立刻 要手术 那如果说他的爸爸 还有爷爷奶奶 还是反对 那我感觉这个时候 法律就要采取一些措施了 比如说诉讼 甚至如果给孩子造成 比较严重的后果 那么我们可以采取公安机关嘛 可以强制性地做一些动作嘛 对 我也是这个意思 如果您说后期 我们真的是积极地去诊断了 这个就决定了 他对孩子的态度 我是心疼孩子 我怕孩子失去孩子 那我可以理解 但如果你只是采取一种漠视 冷静地处理说 我孩子就这样了 我也不带他去看 我觉得这两点是完全有点相反的状态 我跟三位律师多交了一句 我有一想法 2.0乘2.2 现在变成了3.0乘3.0 曾经不沾连脑干 到现在医学结论是已经沾连脑干 这个算不算情况的重大恶化 算 有证据啊 所以说各位 到这一步啊 我们可以说 慢慢开始殊途同归了 感到我们讨论的非常的投入 都是想能够尽快地帮我们家儿子 能够摆脱目前这个困境 相信几位也有一些思路和办法 在三位思考之前呢 我觉得有必要让各位看一个视频 因为其实我们谈一整场 那个主角它始终没有发生 就是这个不幸的患儿 您的孩子 当时患病的时候 他不到两岁 现在已经七岁了 已经有了他自己的一些意识 有他的思考和表达 那您的孩子现在 他的情况怎么样 以及他对于将来 可能和妈妈在一起生活的 这种想象 是怎样的 我们看一看 你的孩子怎么想 怎么说好不好 来 请看视频 你手也很大 哎呦 你手真大 你以后打蓝球行 那我球也抓起来 会打蓝球 又要打蓝球吗 会 会踢足球吗 会 那你蓝球好 足球好 蓝球啊 想你的妈妈 那你想你的妈妈吗 你还记得一个叫刘潘的吗 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 真的不知道吗 你爸什么时候 多长时间来看你一次 我也不知道 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呀 最近一次来看你呀 对 还记得吗 是今天什么时候来看你呀 最近 哎呀 头部我好多时间没回来 嗯 你办工作忙我吗 忙 哦 头得真好 你看这叶子都绿色 花是红色的 你最喜欢哪一服 你给我 你给我说 我最喜欢哪一服 汽车 这刘潘的 亲爱的 给孩子搞电话 默认的吗 默认的 哼 你太不好了 可以给他解放 最大的一服 给我拿个最大的 看 很大吧 对 给我拿一服看看 最大的 多久没有见到孩子了 然后去年的八月份 见到孩子 陪孩子一起画画的 孩子在脑海里边 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名字 我从来没有 跟孩子通过电话 别人打电话的这个机会 也从来没有过 从来没有过 这是有女士的 亲生的孩子 在孩子从两岁到七岁 这关键的五年 没有能够见到过孩子 自己尝试过各种办法 去见孩子是不是 是 去学校偷偷看孩子 孩子说我是陌生人 不是妈妈 但是刚才我们也看到 好像谈到你 这你的事情 孩子反应 似乎你是一个坏人 去年的八月份 跟河北经济频道的记者 去看孩子 孩子到那说 你们都是坏蛋 后来记者说 这不是 这是你的妈妈 孩子说 不是 她是陌生人 后来记者说 这是谁 教唆的你 奶奶 这可能也是 刘女士最痛心 或者除了孩子病情之外 最焦虑的一件事情 现在孩子对我 不仅是陌生了 还充满着敌意 所以为什么 我要在三位律师 讲如何变更监护权 之前 要先放一下这段视频 因为我很担心 在法院询问 孩子真是医院的时候 他的回答 可能会和我们 用常理的推测不太一样 咱们民法典 今年实施之后 他把孩子的意愿的年龄 由原来的十岁 调整为八岁 我也一直在注意 你们家孩子的年龄 也就是说 如果咱们去诉讼 开庭的节点 孩子八岁了 很残酷 如果法官询问孩子 让孩子去选 您肯定 他一定会选您吗 我不同意 这个焦律师的一点 说法官会考量 八岁以上的孩子的意愿 确实 法律有没有这样的规定 有 它是必要条件 在这个案子里 不是 法官是需要 权衡孩子的意愿 那是孩子过得好的前提 现在他需要权衡的是 孩子能过生活的前提 他能生活 他有命活着 这是最根本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案子 咱们的接触点 应该更多的去 往这个孩子的病情 不能再拖 而谁能给他治病 谁拥有这个抚养权 这个角度去出发 好的 谈到抚养权变更 其实我知道 它有一方面很重要 待抗病是一回事 但是每天的吃穿用度型 这些花销 您现在收入稳定吗 能够覆盖这些吗 能 我现在打得两份工 一个是在 药店当营业员 我们是上午上班下 是七点到下午三点 然后晚上班 是下午三点到晚上九点 然后其余的时间 我还在一家饭馆 刷盘子 父母不知道的 我觉得我的开支 很足够能 让孩子得到很好的生活 听说您还在努力 提升自己 是吗 是的 我在参加一个 就是相关医学的培训 想更好地了解到 孩子这个病情 我很高兴地听到 我们的刘女士 现在在努力地自立自强 能够从经济上 也给到孩子一些保障 给到之后 可能办理此案的法官 一些信心 我们谈了一整场了 看了很多的背景资料 看了很多的证据 从视频到证言 相信各位在内心 都有很多很多的冲撞 情感的 法理的 道理的 那现在 需要三位 再做一次选择 请三位 拿出你们的试意盘 放在右手边 亮起绿盘 意味着 你们愿意 公益代理此案 亮起红盘表示 你们不想代理了 现在 三位 有一次选择机会 你们是否还愿意 为柔女士 公益代理此案呢 请三位 再思考三秒钟 请表态 好 谢谢 请放下 尽管说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 纷繁复杂的情感纠葛 尽管说我们看到孩子 现在 他的主观的状态 我们可以想象到 未来那些困境 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调解 需要我们跑断腿磨破嘴 但是三位依然愿意 为我们的柔女士 公益代理此案 为三位律师的这份热忱 和公益之心点赞 感谢三位 那现在柔女士 需要由您来做一个选择了 选一位律师 帮您走完之后 可能的诉讼 或者公益的法律之路 这样您再思考一下 请您说出您的选择 我选焦律师 我也是一个父亲 我就不信他们看到孩子这样 还不去治疗 侥幸心理 我认为这是不可原谅的 造成一些恶劣的结果的话 那就应该承担 相应的一个刑事责任了 咱们可以跟爷爷奶奶 爸爸进行一个协商 如果通过协商的方式 能够达成一个共识 什么共识 就是确定给孩子做一个诊断 根据诊断的情况 做一个诊疗的这么一个方案 当然有可能协商不一致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进入第二步 利用或者是运用第三方力量 比如说民政部门 比如说复联 还有咱们的村委会 再次去协商调解 那么万般无奈的情况下 咱们才会进入到第三个环境 变更孩子育养权 然后去尽快地给孩子占量 谢谢您 贾律师 谢谢您的信任 这会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合作 贾律师 这是我们的公益代理律师奖杯 您收好 好 此刻您有什么想表达的吗 道路艰险 困难重存 但是我们一定会全力而为 这是法律人的一个社会担当 谢谢您 也祝二位能够精诚合作 加油 好不好 好的 好 法为神末 助为初心 律师来了 我们下期再见 援助计划 助力公益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圆梦基金已经开通了 捐款渠道 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 捐款通道 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捐款 耸目及到的善款 将用于律师来了 法律援助公益事业 以及救助节目当中 急需帮助的 重病的 残疾的求助人 您在捐款的同时 注明援助计划 并留下联系方式 以方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 感谢您的爱心